今天是5月4号 戒期的第四天 这里就是 珠海长龙海洋王国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地面是湿的 没错 在下雨 这个五一的戒期真的很差 不停的下雨 这个戒期来珠海旅游的人就 相当的糟糕了 今天的游客数量开始下降了 白针的演出今天只有三场 海豚的演出也有四场 那演出少了 就代表游客也少了 大家要是来旅游 就过完五一之后再来吧 从5月7号开始 这一系列的雨水就会 减少或者没有了 呃 这里就是 珠海长龙海洋王国的现场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进去 给大家做个职国哈 关注我们 要今天晚上我们还是会职国烟花的哈 烟花是有8点跟9点 两场烟花